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你怎么解释都可以解释得通 比如说特朗普当选说证明世界变了 还有人说其实没什么大变化 因为他俩人得的票也差不多 具体票数还高一点 所以哪有那么大意义啊 折腾什么呀 就至于不至于聊这个 有什么可聊的 他要换一个计票的方法 或者是产生的方法 那不照样还是喜大利吗 还要说就是俩人 后来就变成两个个人之间的挑选了 因为他不可能是 说那个 我也不知道 我又没在美国 我闹不清的 是 但是这个王老师你看就看得出来 他这个历史上被整过的知识分子 他比较能接受这种变化 我现在觉得很多知识分子啊 自尊心受不了 你帮我 你包括我们那个 就在上这节目 这饶意教授就要来啊 我就在朋友圈里发呀 说谁 本人的朋友 谁要支持特朗普 拉黑绝交 甚至咱们扎剑英啊 你说这几页从美国发过来 发过来的 发过来的 就是说代表美国的精英阶层 就是说 寄予国内观众啊 就是说你们千万不要被这个选举结果 给忽悠了 他就是 你比如说 甚至你知道电影都聊到什么呢 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开始反水 就讲 说你瞧人特朗普 光那孩子长得就漂亮 这就基因好 这都这么聊 就是说你看人家女儿 人家儿子 对此 对此扎老师讲 说误区之四 是特朗普的孩子个个优秀 所以他是个好政治家 真相是 这个 这主要不是特朗普的功劳 是因为特朗普的三个妻子 不是模特 就是演员 至于优秀 克林顿夫妇的女儿 切尔西也同样不差 都聊到这 这是扎剑英的朋友圈 你看在美国大选 老婆孩子都出来站台 咱们中国没有这个规矩啊 老婆孩子藏得深深的 都不知在哪 都没见过 您这个是代表女性发生了 可是这次这事 为什么我觉得 所有的民调 包括美国所有的媒体 它的这个崩溃 就在于就是说 我们过去所相信的一切 甚至于这次 我还看到一篇文章 就说过去每一次 民调的统计学的方式 看来并不能反映 底层民众的真相 他们开始对自己啊 一辈子相信的东西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这个我倒有这么一个设想 我不知道你们更了解这个外部世界的 因为他任何一个地方 他都有一个主导的那个 主导的媒体 主流的舆论 你看那个拥护希拉里的吧 他可能到处 这个发言这么讲 而且觉得自个儿很有道理 有些拥护特朗普的吧 一比人家吧 学历也没人家高 头衔也没有人家好 在公众影响也小 他就是喜欢特朗普 他就不说了 所以为那个 那个民调 说是他们故意的 绝对不可能 他很客观 而且他很他有一套科学的方法 比如不同的年龄 不同的性别 取样 不同的 对他取样 各占百分之多少 所以权重是多少 他也有一套数学的方法 可是那个 凡是你 他不想说的那个 实际都是支持特朗普的 就刚才 您说的那个 说是咱们那个哥们 说是非常的愤怒 声明谁要是 支持特朗普 就绝交 对 可是呢 就不 相反的就很少 有一个支持分子 出来敢说 说谁支持希拉里 我就跟他绝交 对啊 他不敢吧 是 因为他至少 这个希拉里 他的 就是表面上的一切 他合乎 文明人的 那个体面 体面 礼貌 是不是 这件事情 我觉得 真有意思在这儿 希拉里 他代表了一种 大家公认的 一个文明程度的标杆 哪怕是伪心的 我也得承认 比如尊重妇女啊 允许 堕胎啊 之类的 但是呢 在美国的民众 就是那种真正的主流的 主要的基层的白人 他们还是不认可 这个 我就听白人就曾经说过 如果说强调政治正确 那我们既要过圣诞节 还要过这个 这个耶稣 那个犹太人的这个节日 还要过中国的春节 还要过这个伊斯兰的这个摘日 这一年到头就 就都过节去了 你不可能政治正确 你只能要选一个文化的 主要的主流 是 就是说现在是不是 说明这么一件事 就是说有文化 有知识的人 他们相信的一切啊 是一种乌托邦 比方说这个政治正确 好比说 男女平等 这个理有没有错 好像没错吧 可是全球那么大 很多个民族 很多个种族 他们现在还是老婆 围着郭台转呢 对他们来讲 这是天经地义的 在美国老婆也围着郭台转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看很多政治正确 比如说这次也有 我有一个美国哥们就说了 说好像同性恋的这个婚姻 在美国好像很多都是都和都合法了 他说实际上 你不知道很多传统家庭 中西部的这个家庭啊 包括华人的家庭 我都碰见过 他完全不接受 他说我们不是反对同性恋 对对对 同性恋我们能接受 可是你要说全国最高法院 才觉得同性恋可以结婚 孩子有两个爸爸 我们怎么教育孩子 说我们孩子都改同性恋了 那么你说这个 这个就是说实际上他们的话 你要上了台面 在美国那都是政治不正确的 可是用选票 他是不是表现了他心里的不满意 是是是 这事您觉得怎么看 是 我想这个可能 而且你要从整个的来说 从人类的心里来说呀 他其实是 他是有波动的 他不可能 即使大家都深信不疑的东西 他也有时候会有 觉得 就不能变了 就不能有别的说法 你就没见过另外的事例 是不是 因为我最近我在网上都看过 其实这个话呀 我呀 在小范围内我也说过 我就说 这个人和人的平等吧 他只能够是在有限的范围之内 比如说 公民权 或者是 有类似的这些东西 还有很多东西 他都是不平等的 怎么可能平等呢 对呀 比如说姚明 他跟我平等吗 我那一站 我得这么看人家 说他一摁就把我摁 给摁地里了 人生而不平等 他生而不平等 对呀 智力也不平等 是 您以为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智力 怎么可能呢 运气更不平等 运气更不平等 是 也不平等 对呀 深情 对呀 Hidden 我 等等 halfway 对呀 老 我们 但是特朗普最后往回找吧 我昨天看他一采访 他说要驱逐这个非法移民 昨天这个采访 特朗普就说呀 他说这个 我说的是啊 驱逐那些个有犯罪记录的 非法移民 你看他多会聊天 这既有犯罪记录的 他说他们大概得有100万 或者有300万 把他们驱逐了之后 剩下的那些好的非法移民 咱们再说 你看这是现在特朗普 所以这里有这么一个说法啊 我这是很靠不住的说法 说硅谷的那些华人的 高层技术人员 他们暗地里都支持特朗普 因为他们就有您这个看法 他们是高层的技术人员 他们的记录也都非常好 是代表着中国的 最讲规矩的那部分 不是那个闹 胡来的那部分 所以他们觉得 他们也同样有特朗普的这种感觉 就是某些 这个就是比较有犯罪记录的 或者做得很过分的那些人呢 实际上影响着整个美国这些新移民的形象 所以如果说特朗普抓一抓 他们这都是有那个那个什么软件大大王啊 那个所谓什么大咖什么 这叫什么都是那批那批人 所以他觉得适当的适当压抑压抑压是可以的 现在就是要看特朗普上台以后他怎么做 如果把美国所有总统放在一起 川普我看从好的一面来比较 他可能和富兰克林比较接近 是个企业家出身贫困 然后靠自己慢慢慢慢形成了一种新的一个理念 他没有富兰克林有这么有有学问 有远见有自律心 但是他有实干精神 他的这个实干精神实际上是很多精英阶层 就像您说的硅谷 尤其是华人有技术有身份的人 特别支持他的主要的原因 而希拉里前面我们也谈过 希拉里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有很多理想有很多政治上的说辞 但是究竟你怎么去帮助这些弱势人 他拿不出施政方案来 我怎么帮 我们给他福利 你不能光靠印钞票去福利啊 叫救急不救穷 这个穷你越救他越穷 你永远救不完 所以大家真正的就是实干的老百姓害怕希拉里 我听到很大主要是怕这个 而且还有一个这个范儿啊 正不正 我现在发现呢 怎么我碰见的几乎每一个人 哪怕是支持希拉里的人 他们都会有一个富助 说我不喜欢希拉里 但是呢 我会投他的票 为什么没有人喜欢希拉里呢 按说他够体面 说这个嘴永远咧到耳根子 对吧 我我作为女性啊 从旁边的观察 我亲自见过希拉里几几几秒钟 直觉没有没有直觉 但是从他开始竞选以后 我看他他前面竞选和后面竞选的两段差别很大 开始前面竞选 我还跟别人议论过 他发言完了之后 他亲完小孩之后 脸马上会做出一种很嫌恶的表情 是吗 是 前面一段 但是到了后期的时候 全改了 有人有团队调教他 那个笑容永远在 你把前面竞选的表情找来 发言完了之后 经常会厌恶厌 很邪恶的神情 不在乎的神情 这是这是第一 第二他有一个继承观念 就是我先拿出一套观念来 观念合适不合适 是不是这么回事 他根本不去管他 他就一再的重复这个观念 听久了 让人厌恶 这个呀 我呀 1998年 在那个康州 三一学院 Trinity Cottage 我在那 我听过希拉里的讲言 那个 我就知道了 美国的大人物 这个和中国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别 前40分钟 那个礼堂里人 已经都坐得满满的 而且都是这么紧的 人和人都是靠着的 他比如说 说一点钟他到 他实际是一点四十到 或者一点 大人物要迟到 因为人物太大了 你必须迟到 否则你就没有这个 没身份 没有身份 他讲话的能力极强 但是我的特点是 他是不说普通的人话的 不说人话 说出来 您如果记录下来 不用改 连标点符号都预备好了 是一篇文章 那真出口成章 出口成章 但他不是出口成话 但他出口不成话 就像念稿一样 但是人家没稿 人家说的又有逻辑 人家说的又有逻辑 口齿也清楚 但是如果强 我没有资格评论人 我英语也不行 但是强令我说有什么不好的印象 没有 就是有点不像不自然 这王老师 你们就是柜台 这个凤凰 他介绍说水煮白宫的时候 他讲了这么一段 非常精彩 说是这个克林顿总统 他刚到白宫 到各处活动的时候 希拉里 有时还跟着去造势 结果他就发现 有很多人烦他 他上了车了 还有人过来脆口 还有人甚至于 骂一句低级的话 希拉里自己说 我身上有一些东西 他们不喜欢 我今后要注意 不要跟着这个总统 出来活动了 他有这个自知 另外就是 这个我爱人呢 因为他跟我一块 听了希拉里的讲话 他说了这么一句 说听完这讲话 就知道克林顿为什么 还要老找 找找点 来问四季 对对对 缺什么补什么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你看两位老师 都是文人雅士 所以我现在觉得 有必要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伪君子和真小人的问题 今天他们就讲什么 屌丝文化 或者说很多网友 包括我自己 我慢慢的 就是我开始觉得 希拉里这个法尔特政 越看越烦 越看越烦 就是说他永远的是那么一个样子 讲着一些无比正确 毫无用处的话 就是但是你看这个特朗普 大家觉得啊 他好像有瑕疵 但是呢 他这个这个有脾气 他有歧视 他特像那个桌子底下的人 就是像我们私人生活里的人 对吧 甚至好 似乎今天的很多网友 甚至于就是说很多基础群众啊 他们怎么反而听见这样的人呢 他就觉得是 他是严厉比较粗鲁 哎 可是呢 他够真 真真 他够真 这就是咱们原来说的 是要真小人呢 还是要伪君子 他起码啊 他有他自己的风格 哎 有个性 咱们从这个 不是 您也是美术方面的专家 比如说从文艺这方面来说 那我们绝对会喜欢听他讲话 听见有乐 是不是啊 甚至于呢 我也想过 我说要是 从我的这个价值观念来说呀 我不可能 接受这个特朗普的这一套 就相对跟这个希拉里比较 但是呢 我我真是盼着 特朗普能选上 多次我说过 对 我说他有细看呢 有细看没错 是啊 你要选上希拉里 没这么细看 哎 就从这个 欣赏审美的角度 从这个 这个什么呢 叫什么呀 就是你把他看作一个表演 看 看作一次 performing的话呢 你愿意 这个角 更有戏 你底下看 底下他还有乐 对 你比如他 一下子就变得越来越文明了 越来越 gentleman了 嗯 这也是 也是一出戏啊 哎 是 你像希拉里 说我再大一点 是 希拉里 他们这批人 实际上已经养成了一种 说人话 不办人事的官僚阶层 是 而特朗普这一个呢 他直接就说 我办的事 你都看得见 是不是人 你来评价 我就是这么回事 嗯 大家看到的确实 你说的是一个真的问题 那希拉里的整个的形象 是包装起来的 你永远感觉他是假 所以大家说他是个骗子 哎 是 所以而且他们把这个 这个整个政治 从克林顿到奥巴马 还有希拉里 如果希拉里上来 美国人民啊 就是很多人 包括精英 都感觉到蛮可怕的 连着三届希拉里 都在里面 到了他当总统的时候 你想这个政治体系 他已经玩得非常熟悉了 他能够做什么名堂 这个咱们王部长 对这个 这个背后的 幕后的事情 可能还是明白 在这官场上怎么玩 他已经玩得太熟了 很多人 就包括华盛顿 还是很多人怕他的 怕他玩的太过了 你看 我看到一个电视采访 就问一个街头群众 在美国 你为什么选特朗普 他说我并不是喜欢特朗普 他说我只是 他说我这十年 他说都是布什和克林顿 他说我不想再要一个克林顿 就是说你看这些美国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美国一些中下层群众 都有一股闷气 就是说你看老布什 小布什 克林顿 又一个克林顿 就是说这个世界就沉闷不堪 而且你们所承诺的那些漂亮话 并没有体现在我身上 我没觉得有什么好 那还不如来一特朗普 也许我投资一票 也许我的生活就改变了 而投希拉里 我知道我生活不会改变 所以您对政治正确这事怎么看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胡思乱想 其实这些问题 他们中国人应该很容易理解 因为我就是在咱们国内 我也碰到这些情况 一个也是很好 很雅的这么一个单位 但是我不能说具体的 曾经有一个领导 这个领导的特点就是 这个信口开河 他说的很多话都不能实现 但是大方向他也注意 也注意政治正确 他绝不会这个 做这个违反什么思想 基本原则的 违反改革开放啊 不让发展 不让小康啊 他绝不会说那种话 大错不犯 但是平常他突然就是 特别语出惊人 大家都爱听他的话 但是也都知道他的话 不一定实现得了 这就一个有点挺脱口秀的 我猜得出人说的是谁 这一位我续下来 不对你就点头 他到美国演讲 是大受欢迎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是不是他 不是不是 我是说当中央情报局 都是当过领导的 都是真正当领导的 后来又换了一个领导 这个领导呢 人很谦虚谨慎 是吧 服务意识非常的强 说说话来 就跟人民日报上的一样 大家就觉得 听他的话 他也没有人反对 他说的话 你想他人民日报上说的话 你反对他干嘛 他都说的都是有道理的吗 可是他就听着他发困 没错 人心怕闷 你说人心怕闷 我更有这种看法 你看那个 就是 一个是俄国 苏联 一个苏联 一个中国 有些高层的知识分子 他最后他选择 参加这个 这个革命 参加最危险的 这个革命 为什么 他感觉到这个 这个 就所谓的旧社会 是吧 沙俄时代 中国的旧社会 年往常的说 就是几千年 对 太 太正确了 是不是 就鲁迅说的 那个 这窒息的 喘不过气来 都板结了 这个时候 你还看日本的 那个 公文百合子 是公文显制的 这个妇人 她原来叫 中条百合子 这您都闷儿清 她写的叫身子 一个在这个 译文 世界文学上登过 身就是伸展的身 身子 也是写一个 就是中上层的 一个女性 她 丈夫对她也很好 孩子对她很好 但她问的 最后她选择 非参加共产党部 不用铁于血的方法 来改造这个社会 她绝对干不成 所以 我这意思 没有要 说是特朗普 也能参加革命 没那意思 但是您这意思 倒是让我想起 王老有本书的名字 这铁于血 还有个闷与狂 闷与狂 你看 狂人 这个世界 不光是特朗普 你出现一个现象 就是说 菲律宾那个杜特尔特 多逗 有戏 你跟这 喝酒 我愿意跟杜特尔特 一块喝 是 我绝对不愿意 跟那个 那个 那个 什么 西拉里 不是 那个什么三世 那个 阿基诺 阿基诺三世 同样 尽管西拉里 是吧 这个 也有 是很高雅的 那一面 但是要喝酒 那也宁愿意找 特朗普 特朗普 你不知道 你要喝两杯酒 你不知道他说什么了 你可能注意到 特朗普跟另外一个 全级 全级经纪人 对 对决 对对对 咱们俩 职业摔跤的 职业摔跤的 咱们俩一人挑一个代理 我的代理输了 你把我的头剃光 他开头说 咱俩都是玩钱的 你也是玩现金的 我也是玩现金的 这没有意思了 咱们来玩个新鲜的 咱们俩找两个 全这个摔跤的 你的输了呢 我把你的头剃光 我的输了呢 你把我头剃光 最后对方输了 他自己带来的人 把人家摁住 登场 登场啊 对对 是 是有戏 是 好玩 您说就说领导人 其实我觉得美国民主 是挺伟大的 他 都能把这么一个人 弄成总统 但是假设说 有这么一个一个小子 混世魔王出来 是吧 反正说错了 大嘴巴 第二天就道歉 对不起 我说错了 对吧 然后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 这么一个人 你说 他是不是也很可爱 从个人来说 有他可爱的 但是对国家 就是灾难吗 那很难说 因为呢 我那个话 也有道理 最近网上传的 高小松 论这个 他就说 他实际上 起不了那么大的作用 是 因为他这个 他这个官僚体制啊 特别是公务员体制 这个美国那个公务员的说法 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 他和我们这理解的还不完全一样 他说的公务员恰恰是那些职业官僚 而他那些高级领导 他不叫公务员 他叫politician 叫这个政治家 政客 政治家 他说这个政客 他是不断的变动的 公务员他相当稳定 是 就是 就也像咱们以前叫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 铁打的衙门 衙门里面的公务员 流水的官 流水的官 对 那个公务员是衙门里面 办事的办事员 对啊 是他不会乱走的 你得靠他 那个 这个 所以这种流动性 而且他的这种决策性非常小 还有参议院 众议院 虽然说现在好像全是共和党的了 但是说众议院的那个共和党的那个议长 不支持特朗普 就特朗普要想推行自己的政策 他得把这同党的这议长先得搞定 所以他是一个互相制衡的 互相制衡 所以在美国有一个 那个杜克什么乐 杜特尔特 杜特尔特现在不也是 他他很很棒 但是说完了好多 他也实行不了 警察买枪 现在人警察说我还得买 美国的总统啊 就是开个玩笑说 你哪怕放一只猫在那都可以 只要旁边的人 他就是一个 基本上是一个形象 特朗普那发型 也真实际上 姓猫 仿真猫 但是你说 他有可能 现在有些害怕他的人 说希特勒 说将来 你们选中的希特勒 有这个危险吗 美国的制度可能不太允许 做不到 不太容易做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